这个小男孩养了一头北极熊 无论走哪都会带着它 但奇怪的是 这只熊只有男孩看得见 在男孩八岁的时候 爸爸因为和妈妈吵架 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来 也就是这天 家里闯入一只北极熊 小米非常喜欢它 还将自己最爱的食物给北极熊吃 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涛涛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小侦探所 带着北极熊开始探案 同学哈利的瑞士刀丢了 他希望小侦探小米可以帮他找找 小米以为瑞士刀是那种霸气的军刀 实际上只是一把切水果用的小刀 他带着北极熊 沿着上学的路寻找 但最终一无所获 小米只好背上书包去上课 北极熊不能带去学校 因为老师们不喜欢他 尤其是地中海老师 他对学生非常严厉 答题卡都是用来图圈圈的 小米却觉得答题卡是一张艺术纸 总是喜欢在上面画画 这可气坏了地中海老师 直接将小米赶了出去 小米难过地坐在操场上 而这时也只有北极熊会陪着他 不过很多时候 北极熊非常贪玩 还会偷吃别人车里的洞鱼 对此小米非常生气 作为一名侦探助手 怎么可以在报案时贪玩呢 邻居看不到北极熊 只看到小米一个人自言自语 觉得这孩子指定有病 你们认为这个北极熊 对于小米来说是个怎样的存在呢 关注我 下期不见不散